这期视频想分析一下引起花或者是花苞提前掉落的原因 有话有问,蝴蝶兰花期给肥会怎么样? 正好前几天我比较勤快,给几个带着花苞的泡了肥水 结果呢,就像我们正看到的,有好几颗蝴蝶兰都有花苞要掉落 当然并不是全部泡过肥水的都有掉落的花苞 比方说这颗就没有花苞要掉 但是有花苞要掉的有好几颗 而在这期间,我除了给它们泡过肥水以外,没有做其他的操作 也没有更换养护的位置,还是在这个架子上 所以呢,我不得不怀疑这些花苞掉落跟我前两天泡肥水有些关系 花苞有点大的时候和开着花的时候给肥 最有可能引起的结果就是提前掉落 我们来分析一下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 以及还有哪些原因会引起花苞或者花提前掉落 我们首先来分析我这些花苞掉落的原因 通常在花苞有点大,其实是花梗有点长的时候 我一般就不泡肥水了 所以这次泡肥水算是打破规律,多做了这么一次 如果说那些掉落的花苞与这次泡肥水有关系的话 那么打破规律多泡了这一次,也算是原因之一 花苞已经膨大和开着花的时候泡肥水 一方面因为肥的增加,生长加快,导致花提前掉落 也有可能肥有点过多,有点类似于烧到它吧 可能花苞就掉了 再加上前面说的打破规律额外的给肥 可能也让花苞不太高兴,掉了 另外泡肥水的时候免不了搬动 搬动对它也有影响 通常花苞比花更凋气 遇到不太适应的情况更容易掉落 这也是市面上卖的蝴蝶兰一般都是带着花的原因之一 因为对于变换位置,变换环境来说 花比花苞更皮实一些 当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 有花的肯定更好卖嘛 我们能看到花色 就因为花苞比较浇气 所以通常花苞有点大之后 我都是让它们在架子上 不会搬下来浇水 在原位置,少少的给一点水 说少少的给一点 是因为我有一个壶 我转着圈子在花盆周围浇一浇 水量比较少 但是也足够从下面流出来 下面会有掏盆接着多余的水 因为不是很多呢 也不需要去倒掉 至于肥,液体肥 通常这个时期 我就基本上不太给了 那它们用的肥怎么办呢 没关系的 因为喷面上还有固体肥 也就是固体缓释肥 所以前几天 我突然心血来潮 给它们泡个肥水 真的是有点多次一举 花蛇添足啊 关于这一点 我还想多说两句 蝴蝶岸对我们的掩护方式 也有一个适应过程 它会根据我们给水给肥的习惯 做出相应的调整 如果我们突然改变掩护方式 它需要重新适应 在这个重新适应的过程当中 是有可能有不适的反应 比方说带着花苞的时候 花苞掉了 这就是为什么 有些人可能一直不停肥 但是他的花苞和花 也都没有什么问题 这个说的不停肥是不停止给液体肥 是因为他自始至终可能一直就是用比较淡的肥水 规律性的给他 蜘蛛已经很适应这个规律 没有觉得哪里不适 自然也就没有因为不是造成花苞掉落 所以有时候遇到留言说 我这花苞掉了或者花提前卸了 为什么呀 这个问题就挺难回答 这一方面是因为很多原因都有可能造成花苞掉落 另外一个方面是 一个看似没有什么太大毛病的操作 可能恰恰打破了他已经适应了的规律 让他觉得不是而导致了不好的结果 这个现象其实也不止蝴蝶兰有 其他植物也有 我曾经观察到我后院因为砍树 有一些之前被树挡到晒不到阳光的植物 突然晒掉阳光之后 叶子都被晒坏了 而那同样的植物重新长出来的新叶子 就可以适应阳光的暴晒 这可以归结为是变化引起的不是吧 对蝴蝶兰的花苞或者花来说 变化有可能引起提前掉落 其他更多的可能引起花苞掉落的原因 我汇总了一下 大致有这么三类原因 一类是环境 一类是养护 还有一类是病虫害 环境因素就包括 光、温度、湿度、通风情况 以及是否有空气污染等等 光过墙可能直接把蝴蝶兰的花苞 照坏了掉了 但如果光过于弱呢 光合作用不好 有可能导致能量不足 花苞掉落 温度过于高或过于低 都可能引起花苞掉落 湿度比较大还好 基本上不太会因为湿度大 造成太大的问题 除非在湿度特别大的时候 还特别的不通风 非常闷 那有可能会出问题 湿度特别小 非常干的时候 容易造成花苞掉落 对通风的需求是这样 比较适中 比较合适 风如果太大 肯定有可能会伤到花苞嘛 如果通风不好 空气不新鲜 比较容易自生细菌 也就有可能引起花苞掉落 另外如果空气污染 有一些化学物质 也有可能导致花苞掉落 比方说家里装修房子的时候 最有可能有这些问题 病虫害有可能引起花苞掉落 这个还比较直观嘛 生病了或者有虫了 伤到花苞 那掉了也没办法 能做的就是防患于未然 在没有生病 没有生虫之前 做好预防工作 由于养护方面的原因 造成花苞掉落 这个可能是我们更常遇到的吧 我们首先要注意的是 有花苞的时候 花苞比较脆弱 我们尽量减少变化 或者说让变化比较和缓 如果用的是缓氏肥 不要在花苞比较大的这个时间段 追加缓氏肥 如果用的是液体肥 这个时间段要比较小心了 安全起见的话可以停肥 这个时间段给水还不能减少 因为它用水还是比较多的 生长还算比较积极嘛 在这个时间段 我一般不选择用泡盆的方式浇水 主要是搬来搬去 一方面有可能直接就把花梗碰断了 这个我之前有发生过 另外就是搬动这个变化 它也有可能不喜欢 所以到这个时间段 我一般是少水勤给 以及外套盆少量存水提供湿器 少水勤给 就是我前面说的那种给水方式 花不动 我动 我用比较少的水 转着圈的给它浇 直到盆底下流出来 因为这种方式 盆里流下的水不多 所以需要经常浇 还在外套盆里存了少量的水 可以向上提供湿器 等到花打开以后 就比花苞要皮实一些 可以搬到室内 想放的位置去欣赏 还有一个导致花苞掉落的原因 与养护有关 就是水肥啊等等都不足 导致蜘蛛很虚弱 没有足够的能量去开花 有些花苞可能也就提前掉落了 虽然与养护有关 但是到了花苞要掉落之前 再给它充足的水肥光等等 就已经来不及了 这个努力是需要放在平时 平时就让它的根叶特别健壮 到了花苞膨大 要开花的时候 即便我们完全停止给肥 它也有足够的积蓄 可以开花 而且还可以开得很好 最后我想说 每一个个体都是独特的 有时候同样的操作 结果并不一样 比如同样是泡了肥水 有些蜘蛛的花苞 安然无恙 但有的就掉了 我的那几颗花苞掉落的 有可能是因为泡肥水 但也有可能是其他的原因 只是我暂时没有想到其他的原因 觉得泡肥水的可能性更大一些而已 偶尔遇到一个半个的花苞掉落 整个蜘蛛看起来气色不错 挺健康的 倒也不用过多的担心 关于花苞掉落 我们就先讲这么多吧 谢谢收看 下期再见